我去年聖誕節的時候有確診 那個什麼老乾媽什麼的 奇怪怎麼我秀起來 不會到比較淡 就沒有政府給你送菜之類的 沒有 這邊政府他你就種了就種了 種人那麼多他還給你送菜 他給你打電話都不錯了 放羊吃醜的這種感覺 現在你疫苗護照你也有了 你曾經也有染病死 也就是說你已經有神功護體了 那你現在已經是天下無敵了 哈囉大家好是好威 現在時間呢是5月9號 2022年的5月9號 星期一 是北京時間 早上的8點57分 好威現在呢沒錯 又出來外面 現在出來外面呢 暫時 暫時不是來做核酸檢測的 好威今天早上 這麼早就跑出門了 主要呢 是因為好威今天要連線好威在 加拿大的一個大學同學 他之前我們同期畢業的時候呢 我這個大學同學 他叫做大頭 大頭去越南的家具廠工作 然後呢 好像是過了一 工作個兩三年的這個時間呢 過了這兩三年之後呢 他就有考慮要去加拿大 讀書 還有申請加拿大的那個 這個楓葉卡 拘留 拘留吧 是叫拘留吧 反正他在加拿大那邊前一段時間 他發來一些信息 他說他已經成功的拿到加拿大的這個楓葉卡了 好像是這個部分啊 等一下具體 實際狀況是怎麼樣子呢 好威這邊打電話跟大頭 過於加拿大的大頭連線一下 實差的部分的話是12個小時 我昨天晚上跟他確認了 早上原本是約早上的10點鐘 也就是晚上他那裡晚上的10點 但是呢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想可能會10點對他來說 跟他進行一個打電話的交流 可能會比較晚一點 畢竟可能會影響到他的休息吧 我只是覺得可能 但是如果是說以前在大學時期 管你啊 12點也照達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大家都出來工作了 既然是已經出來工作了 那我們就可能要為對方稍微早想一點點 因為大家工作也需要有時間上的一個排序 或者說精神上面的一個 就是休息好的一個狀態 廢話很多啊 現在打電話給大頭連線一下 喂 收到了啊 有啊 我剛剛就有收到啊 我剛剛可能是我在設定耳機啊 你信號怎麼樣 信號可以 非常棒 你的這個聲音比碰碰大聲多了 我現在是用電腦 所以我不太確定 我沒有聽過自己聽這邊的聲音 如果對方怎麼樣 沒有你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性感 這麼厲害 沒有啦 我跟你說你的這個聲音比碰碰大多了 昨天他那個聲音有夠小聲的 我昨天做他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把聲音調到爆炸 那我的聲音很大聲 然後他聲音很小聲 你剛剛看那個影片 你應該也有感覺出來 我剛剛看那個影片我快嚇好了 那個剪很多 跟他聊了四十幾分鐘 因為我主要放上網是傳疫情的這個話題 所以講一些加長離短的 之後可能還會再做其他影片 就是把其他沒弄出來的那個部分 把它剪出來 然後今天跟你打電話 主要是想跟你聊一下 就是說你畢業後這幾年去加拿大 取得楓葉卡的這個歷程 因為可能有大陸這邊 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也是想要知道 我只是說可能 但是我現在目前是沒有這類型的這個群體粉絲 我沒有限定時間 我沒有限定時間 我昨天剪碰碰那個影片 我搞了 他我們聊了四十分鐘 再加上我前後的字數 五分鐘 加起來四十五分鐘 我把它剪到二十四分鐘的片子 我昨天兩點才睡覺 跟你講你要先跟我訪剛 或者是你要 如果你跟我先講好 我之後 我可以稍微 就是先確認好 你這樣就比較不會那麼那個 不會啦不會啦 我沒關係啦 閒聊閒聊 你那個 報告的這個影片你也看了 碰碰這個影片你也看了 對不對 你 我看碰碰的啊 你只看碰碰的啊 我還沒有看到報告 我剛才看 我看了大概五分鐘而已 沒關係 直接來 直接直錄喔 幾個 幾個問題 你打疫苗了嗎 打啦 打慘啊 打好打滿 你打了什麼 我打了 我打 BNT BNT莫德納 BNT BNT莫德納 那跟砰砰的組合是一樣的 跟砰砰跟報告好像都是一樣 報告好像沒有第三季 我這邊能打的時候我就去打 我第一季是五月打的 第二季七月 第三季今年一月 你有打完莫德納這個組合拳 來了一下之後呢 你有覺得不舒服嗎 硬邦邦 硬邦邦是指身體的某一個部位 硬邦邦是不是 還是身體局部硬邦邦 還是全部運邦邦 健壯好不好 忘記講 我去年聖誕節的時候有確診過 你聖誕節你還中獎 你有跟LINE群跟大家說嗎 我忘記了好像沒有講 雖然是說我平時都沒有跟你們聊天 但是我也是得到一手訊息 你現在還在用Facebook嗎 會用但是很少有互動 就是我一般瀏覽一些訊息 Facebook還有一個類似鹹語的 就是買賣東西的 就是開一些二手的東西 了解 那現在那個 剛剛我們剛剛在十幾二十分鐘之前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目前你的臥泰 你生活的這個環境 加拿大臥泰華這邊已經開放了 就是對這個病毒的這個政策 就是已經鬆綁了 對吧 是什麼時候鬆綁的 鬆綁到現在多久 大概四月 三月底的時候就有在講說 我們現在連口罩都沒有強制要戴 那打比方說 我現在要飛去你那邊去找你玩 住一段時間 打比方說 我們不考慮簽證這個什麼 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就是說我去你那邊的時候 我要隔離什麼的嗎 你好像打滿完全接種疫苗的話 你就不用隔離 所以現在有所謂的一個疫苗護照的這麼一說嗎 你瞭解到嗎 有啊 我們這邊疫苗護照 我這邊你可以放到你的iPhone裡面 他就是給你一個QR碼 然後你之前在解封之前 他有有一個二階段的封鎖 封鎖就是說你餐廳的堂食 你要付到那個你的疫苗護照 你才可以再進去做堂食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居住環境裡面 你現在渡泰華你的生活環境裡面 是認識到了講普通話講中文的人 是不是那個大陸這邊的朋友多一點對不對 比台灣人多一點 台灣人也不少啊 台灣人這邊我這邊的比例 印度阿山小哥大概跟大概三層三層 然後台灣人算0.5 然後越南人大概兩層 然後剩下就是其他 那也就是說台灣人算是在裡面的 一小部分就對了 就是說對亞洲人來說的話 只是一小小部分 對台灣人算不多 這邊大陸人蠻多的 就是中文的比例有很多 當然香港的也有一些 就是大陸香港然後印度人也很多 然後這邊阿拉伯裔的也蠻多的 嗯 了解 因為美國不要的都跑來這裡了 美國不要 你有在Follow台灣的那個 疫情的這個新聞嗎 會阿會Follow阿 天天 天天嗎 天天Follow嗎 大家會看一下吧 就知道一下發生什麼事 你多久跟你爸媽打電話 每個禮拜至少會聯繫一下吧 就算沒有打電話也會 就文字確認一下狀況怎麼樣 他們怕不怕 怕啊 怕歸怕啊 但是你還能怎麼辦 你爸媽其實他對這個就是 看到這個疫情數字的上升 感到是會害怕的 只是說就是害怕這樣子而已 對吧 你會害怕他們嗎 他們打疫苗了嗎 我就一個我居然過的人 其實我覺得就平常心看待阿 所以你就你 我發現你真的是 就是其實 我真的覺得你非常非常適合去拍Vlog 因為你的人生當中你發生這些故事 大學時期的這個故事 還有你去越南生活的故事 還有你在加拿大奮奮奮的故事 還有你懶力的故事 你拿一個小書包在天橋底下坐下來 你就可以講很久了我覺得 你要講啊 當初把自己手指欠了一截 然後海軍陸戰隊 然後還去什麼太平島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 我覺得你真的是很適合做這個 不要啦 先不要啦 我只是在跟你講說 我們打比方說 我們就是以一個紀錄生活的一個方式 你也不用讓你的家庭朋友出境 除非你自己害羞你出境 除非你是自己害羞 那你要是如果是覺得不害羞的話 其實這個一篇一篇也只是說 紀錄你人生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我現在也沒有說什麼 一定要在這個上面做的怎麼樣 我當然是說 如果做的好有錢拿 那是蠻好的 或者是說我如果是說 萬一我狀況是比較好一點的 也許我可以幫助到我的朋友 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他的我也沒有多想 反正就是說現在疫情 討論這個話題 可能流量稍微高一點 大家願意看 願意聽 那我就打電話給你們 找你們聊一下 好 可以啊 一個好的建議 我如果有什麼機會再看看 對啊 對啊 這個也不是很那個 我們講回來 我說家人 因為我跟他們解釋過了嘛 就是現在這個Omicron 這新的變種 其實就我個人染疫 然後康復 我大概也就五天十天的時間 那他的重症率 你如果疫苗都有打 那疫苗確實有效的情形下 其實他的影響層級 不算特別高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 你不用太擔心 你能做的做 你就是出門 口罩該戴的戴 能洗手就多洗手 就是一個正確的知識 那這邊現在海外 都美國加拿大 還有歐洲 都已經演給大家看了 就現在的狀況就是 你跟他共存 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就是面對 面對Omicron 現在這個強大的感染力 那你如果繼續去 的話他的成本太高了 沒事我跟你聊 但是有一些地方我可能 不會全放 我不可能不會全播 了解了解 哪一部分不能放 成本的話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對 當然 健態管理是有它的 是有它的好處 但是 但是就是 你能做的做 就是同樣那句話 你就是 你說你擔心嗎 當然擔心 但是你說你 你能生活還是要過 理解 一切盡在不言之中 你爸媽打了什麼疫苗 打了幾劑 我爸媽好像 打AZ AZ 然後 莫德納吧 AZ是叫做阿茲立康嗎 中文的話 阿茲莫康 阿茲莫康 對 英國的那個 阿茲莫康 阿茲莫康跟莫德納了解 那其實我跟你聊這個 你家人 你家人 你家人打了嗎 打了他們可一定打 他們都打了 你家裡的人都怎麼樣 我不知道 沒問耶 我沒有跟他們討論他們打什麼疫苗的事情 他們在台北可能會更緊張一點 對啊應該會比較緊張一點 他們現在出去外面就是 就是自己家人 他們也不太敢就是 吃飯 要不然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就先不吃飯好了 我哥甚至快到了 他們不打算吃飯 他家裡可以加點吃 我跟你討論這個話題 我先引導一下 就是說 你現在在加拿大這邊 你並不擔心你在台灣的這個家人 你也去 因為你本身你有就是染疫的一個經驗 一個經歷 所以你跟他們說 其實這裡其實也還好 跟你爸媽說 但是你爸媽其實他們也是會有一點擔心的 爸爸媽媽的話也將近60歲了 對吧 60來歲了 60多了 60多了 他們在台灣他們是擔心 但你在加拿大你不擔心他們 那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你 當初染疫的這個過程的這個狀況 是什麼樣子 就是你中獎的那一瞬間 你已經打了第二劑了對吧 對 我那時候 打完第二劑 然後那時候疫情也算是 第四波吧 就是加拿大它有前三波的疫情 然後聖誕節前後是大概第四波的爆發 那但是你看從2020年封城封到2021年 其實大家心裡都已經就是有一點點壓力很大 那然後我們就樓上的那個 就我這個房子樓上的那個鄰居就找我們就是聖誕 party 我們聖誕節就是有一個算是就聚會嘛 那我們上去跟他們朋友打個招呼 大概大概不到半個小時 當時聖誕節是禮拜六 禮拜六的party 結果大概到禮拜一 我女朋友開始有症狀 就30分鐘左右的時間 然後你跟你女朋友雙雙就中獎了 我一開始沒有中 我女朋友他禮拜一開始就是會有點喉嚨痛 然後就有點身體不舒服的那種 就有點像感冒的感覺 其實也沒有到很嚴重 就是會喉嚨不舒服 然後會那種啞啞悶悶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就禮拜六的時候party 禮拜一的時候他有症狀 然後我們禮拜三週三去搓鼻孔 加拿大這邊是搓鼻孔的 有搓喉嚨的嗎 沒有搓喉嚨搓鼻孔 都是搞鼻孔的 然後搓鼻孔搓完兩三天吧 他就確診 我那時候還沒確診 我就想說我怎麼這麼厲害 我都沒事 是你神功護體啊 好接著說 我就好放大 結果他大概那時候加拿大你確診的話 他的要求是你在家隔離10天 那在家隔離 然後那時候他就會有一些疫苗 就是疫情的診所就打電話來 他就說他確診我沒事 那怎麼辦 他就說他的就跟我 護理師去跟我說 那我們在家裡面還要在隔離 就變成說我女朋友在一個房間 我在一個房間 隔離是什麼意思 有人會來照顧你們嗎 就是你描述一下隔離的狀況是怎麼樣 隔離狀況就是你待在家裡不出門 然後他也 他其實你要偷偷出門 他也沒辦法管你 他其實就只是告訴你不要出門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子 所以說你跟你女朋友一人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呢 你房間上面沒有貼任何東西 也沒有什麼東西會 就是你 裝在你房間門口上面打開 就讓別人知道你門口打開 那即使你走出去外面 也沒有任何人會發現 只是一通電話說 我是覺得你不要出門 那你需要隔離 就結束了 然後該發給你的補助金還是給你 他沒有什麼補助金的部分 那時候就是你中獎了 你中獎了 你如果你是在 就是要在上班的 就是他們有時候零售業已經正常上班了 那正常上班的人 你可能就要請假 那我女朋友 他們就是 這邊很多 你能夠在家上班 在家辦公的 都已經在家辦公了 所以他也就在家 你確診了 那你就可以同事說 我確診了 如果我不舒服 我就請假 那政府 他其實 其實他也沒有在 在追蹤說 你 你有沒有 出門 或者是怎麼樣 他就只告訴你說 你不要出門 那他 你確診了 他也 他也不會說 說要限制你不能出門 那在那之後 我女朋友禮拜四確診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換我開始有症狀 那這樣子等於是說 先後來說的話 你們隔離時間是蠻長的 因為他先中 然後你隔離 然後換你中 你中的時候他應該也差不多好了吧 對 所以他那時候有一個時間 就是我當時 我們聖誕Party 聖誕Party大概是在 12月20 我看一下 12月24號是平安夜 所以我們25號聖誕節有個Party 然後27號是禮拜一 那時候我們 他有症狀 29號我們去 去脫鼻孔 然後就是做那個 PCR Test 然後確認確診 然後我到元旦那幾天的時候 換我確診 那應該是你女朋友傳染給你的 可能是 對 最有可能就是他傳染給我 但是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在同一個空間 那時候我盡量就是讓他 待在我們臥室 然後我把那張桌子在裡面 然後讓他在裡面上班 就是盡量 然後我弄吃了 你知道嗎 那到我確診之後 就沒有差了 我就把那個桌子搬出來 就繼續一起住了嗎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感覺一般來說女生會比較柔弱一點 那你的確診的症狀 看你自身的感覺 跟你女朋友的這個反應 身體的反應 不舒服的反應 你感覺是誰比較難受一點 我先跟你講他的前提 他是打莫德納莫德納 然後打BNT 了解 莫德納莫德納 那個復必泰 然後你是復必泰 復必泰莫德納 對 因為那個 那個復必泰在30歲以上的 那個心肌炎的 肌力會比較高 所以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要我打 打那個 打莫德納 你比你女朋友大一點嗎 你比他大了兩三歲嗎 對 我是91年了 他是93年 大兩歲 了解 所以你五天好了 他也是大概五天是不是 我當時的症狀比他多 你接著說 對不起你接著說 我當時比他多一個症狀就是 我有其中一天 我的嗅覺跟 跟那個 跟那個叫什麼 吃東西的那個味覺 有損失一天 就一天的時間 感覺是怎麼樣子 就你吃東西 然後你就覺得 感覺那個味道變得很淡 然後你聞 我就是聞一些 比較有味道像那個 什麼老乾媽什麼的聞 奇怪怎麼 我嗅起來味道比較淡 會胸悶嗎 我倒是沒有什麼比較嚴重的 我就只有喉嚨不舒服 然後就其中有一天 喪失了一點 一部分的位置 就像你 你的鼻孔裡面塞了一個棉花球 然後你聞起來味道淡淡的 那就是說 我打個比方 就是說我現在 就我 我的這個症狀 打比方說我有了 就是 跟你一般感冒差不多 有的人會流鼻涕 有的人會有痰 那這另外一後話 然後就是 喉嚨痛是應該會有的 然後就是 其中 就感冒這個過程當中 人昏昏欲睡 就是昏昏沉沉的 然後就是 就其中有一天 吃東西沒味道 然後聞東西 也沒什麼味道 就非常寡淡 然後那有點鼻塞 然後就好了 對啊 就那他自己做就好了 然後我 症狀就慢慢就 就有一天就慢慢就退了 就喉嚨就比較不痛了 然後那時候加拿大 原本 我一開始跟你講說 他們要求10天 然後 在我確診那幾天 他就改成 你只要隔離5天 原本是10天 然後後來就是說 只要變5天就好了 就是都一直在實時的調整嗎 對 他有點 就是 因為確診的人多 然後 他就 我不知道他怎麼評估的 反正他後來就是講說 你只要隔離5天 隔離5天之後 我就沒事了嗎 那雖然說我口容還是有一點點不舒服 但是 我就戴著口罩 就繼續上班 他們政府就是OK 了解 那你好了 跟你女朋友好了之後 就是你覺得你好像好了 然後你有去醫院再去做一次PCR嗎 沒有 他跟你說不用測 就是你有了重了 你去測 你現在有了 你應該怎麼樣 然後你好了之後 他們也不管你了 沒有說 你之前的 打比方說你是1000號病例 1000號病例 今天中了 然後過了4天5天之後 他治癒 沒有這樣子這麼一說 我沒有再測 政府他們沒有要求你再測 他就是 我那時候他打電話來問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現在確診 那10天之後我還要再測嗎 他跟我說不用 那10天之後他就告訴你說 你只要沒有症狀 你沒有發燒 有些人會發燒 然後你沒有症狀 常見症狀是喉嚨痛 然後有一點感冒的症狀 那沒有症狀 你就可以回家了 就可以回復正常上班了 了解 所以你中獎 就去戳了一次鼻孔 然後接下來都全程都在家裡接電話 是嗎 是啊 然後有人 就在家啊 在家啊 然後清冰箱啊 冰箱東西一堆吃不完 有人會給你送菜嗎 社區 這邊你可以 你可以教那種 他們有那種 專門送燈仙的 那我是就請我鄰居 就請我朋友幫我送 送了一次 了解 因為我問這個問題是想說 因為有些地方 他要是你種啊 還是什麼樣子 或是說 靜態管理你在家裡 可能會有一些人 會給你送菜 等等的啊 然後就了解一下加拿大這邊 可能你在那個城市就是說 你要是種了的話 可能就沒有政府給你送菜之類的 沒有 這邊政府 他你就種了就種了 他種了那麼多 他還給你送菜 他給你打個電話都不錯了 放羊吃醜的這種感覺 他就是跟你講說 你就不要出門 然後你如果有需要什麼 就請你朋友送 就是 那時候就是差不多這樣子啊 政府他也沒有再跟你送菜 他也沒有 他其實也就不怎麼管你 他就是 你有問題的話 你就是 就是 他給你管道 就說你去聯繫這個 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的話 可能就去醫院 那不然的話 就自己在家 在家關個十天五天 那就沒事了 他你做PCR你有付錢嗎 做核酸檢測你給錢了嗎 沒有啊 他核酸檢測的時候 他就是問你 你有沒有接觸死 你有沒有症狀 你兩項都要符合 他才讓你做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接觸死 你女朋友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接觸死 他問一下他是有種 就是樓上的 他們有沒有種 對啊 我就說我們樓上的 我們那時候去的一個part 然後裡面有人確診 然後我開始有症狀 就是兩項都要符合 他才讓你做 我再了解 我剛剛忘了拿兩項 就是說你有沒有接觸到 這是一項 然後第二項是什麼 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接觸到 你就說我現在有症狀 我誰誰誰 我也接觸到了 然後他就說行 好來吧 免費給你插一下鼻孔 就這樣子 你鼻孔給你 給我戳一下 戳一下然後你就可以回家 然後我幾天之後他就跟你講 你有沒有症狀 台灣PCR的這個效率 跟砰砰聊天 他跟我說是兩天左右的這個時間 你那邊呢 PCR做核酸檢測效率 好像也差不多 大概兩三天吧 就是時效上面來說 也沒有這個速度非常快 就跟台灣差不多兩三天 兩三天之後再跟你打個電話 通知你一下這樣子 對啊 就是你好像自己打 他也沒什麼 他不會馬上通知你 你破完鼻孔之後 他會給你一個 算是一個通知單 然後你就上網上去看說 你的測驗結果 那測驗結果你登入 對你那是一個網頁 就是 就是進去看你的那個 當初當時掃的那個帳號 然後說你的通知結果怎麼樣 那通知結果他說有驗出 那就是你確診 哦 了解 我覺得其實 就是從2020年 到現在 2022年的這五月 疫情發生到現在的29個月當中呢 你受到的影響 可能就是一開始的工作上面的一個 就是失業的一個狀態 再來就是領補助金 再來就是你打疫苗 打疫苗要錢嗎 要錢啊 這邊疫苗 我覺得他做的還不錯 有一點就是 你是國際學生或者是勞工 就是國際的來這邊打工的 他都免費 就是你去入冊他就給你打 他是看年紀 然後你就是只要入冊 你就去打這樣 哦 然後你你打了疫苗 然後你懶了病 懶了病之後呢 你也好啦 好了到現在你一共也打了三劑 打了那個 復必泰 復必泰跟Moderna 現在你疫苗護照你也有了 你曾經也有染病死 也就是說 你已經有神功護體了 那你現在已經是天下無敵了 我 我就 就對啊 一媽媽 哈哈哈哈 三劑之後 然後還有疫苗的 對啊 我這結論做了還可以啊 因為你 你這一路走過來 打了疫苗 然後中獎現在好了 然後現在你那邊又已經開放了 哪裡都能去啊 出門不戴口罩 然後工作 工作上面的話 相對來說 所以要恢復正常 好啦 就到處亂跑啊 就恢復正常啊 我們講多久啊 我們現在目前 你已經超越砰砰的時間了 我昨天跟他打了40分鐘 你昨天有看到那個報告說什麼 為什麼我才十幾分鐘 你有看到那個line上面嗎 講這個話 哈哈 你就自己多少心理準備了 你一個講的會比一個更久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你現在的這個狀況的話 是屬於你在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的其中一個朋友 然後說一下在加拿大這個狀況 但是呢 你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你已經神功護體了 所以你下了 所以你下了標題 你下的標題應該是不一樣的 神功護體 你們平時都幾點歲啊 我感覺是差不多了啊 心腔不倒 對啊 快十點了 十點了 十點了 你剪完 你剪完 我再去 我再去給你打算 投個屁 因為我發了兩條鏈接 一條鏈接是Bilibili的 一條是西瓜視頻 西瓜視頻就是直接跳動TikTok旗下的 你應該會知道 那你這兩個網站你都上了去嗎 你不用做任何科學上網還是什麼 都直接在加拿大可以直接上嗎 我看一下啊 我點了其中一個 可以啊 沒有問題 兩個都可以上是不是 西瓜的我現在開了OK啊 我這邊我 我還沒遇過Bilibili也可以啊 了解 因為我是不知道我貼這個鏈接給你們 你們能不能看得到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大陸這邊大陸這邊的一個 就播放的區域 然後海外海外一個播放的區域 這我並不了解 你平時都幾點休息啊 差不多吧 12點左右啊 那還蠻晚的 你現在工作是幾點到幾點 還是排班 就那個 零售就是排班啊 我今天還上班 等一下三點上班啊 半夜啊 沒有啦 我今天禮拜天早上上班 你上班回來晚上跟我打電話 對啊 我今天就是 週末排班嘛 然後就有時候上班 有時候不用上班 就這樣 了解 好啦 那也祝你工作順利啊 金槍不倒 然後也希望 希望我這個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更了解到 了解到我們兩個人之間 還有就是你在加拿大這邊的故事 然後也希望我這個 你想到什麼 再跟我講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跟你講了 今天講的這事情 我會分兩個就是 主題去說 第一個主題的話 就是說聊聊你在那個 加拿大移民的這個階段 這個過程 還有狀態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說 你對台灣疫情的看法 還有你自身面對疫情的這個 經歷過來的這一度 就是一路上的這些故事 然後就化剪成幾分鐘 這樣子跟大家討論 跟大家說 這樣子 對啊 你有想到什麼 你之後缺什麼素材 你跟我講啊 反正偶爾聯繫一下也很好 對啊 對啊 靠你了 靠我這些大學同學 靠你們了 哇 433關注 那麼厲害 這個是我在 2月17號的時候 才開始上傳的 到現在的話 將近 快要三個月的這個時間 那其實是說 做這個也是靠平台流量 要是沒有平台流量也是沒有的 那像是YouTube的話 它是平台流量是給的非常低 在大陸這邊的這個 那個平台的話 給的流量會比較高一點 好啦 那就先跟你聊到這邊 OK 你今天怎麼樣 你今天怎麼樣 在跟我說 會發群禮啊 我在跟八高說跟你講了60分鐘 就這樣子啦 就這樣子啦 拜拜 喂 OK啦 你幫我跟你女朋友問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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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朋友呢 他現在目前是位於加拿大 然後他從大學畢業之後 去越南工作 然後從越南離開去加拿大學習 還有工作 並取得枫葉卡這段時間呢 一共經歷接近五年左右的這個時間 疫情開始之後呢 大家也都聽到了 他可能就是會有 他可能會有 面臨到工作上的這個一個狀態 工作失業了 然後有 領到加拿大的給他的一些 就是失業 疫情導致失業的補助金 接著呢 他順利的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之後呢 在一次的派對活動當中呢 他不小心他也中獎了 中獎了之後呢 過了五天左右的時間之後呢 他就好了 那目前為止呢 他在他的這個生活環境呢 是他有打了三劑疫苗 他那個生活環境 加拿大渦泰華那邊 目前也都是沒有針對疫情 有太多的一個限制的動作 那他也曾經中獎 現在也好了 那等於是說呢 他現在生活當中的環境 還有他工作的這個情況 也恢復比較正常一點 好耶剛剛跟這個大學同學呢 一共是聊了60分鐘左右 首要會先把疫情當中的這些內容呢 先把它擷取出來 跟大家說一下他這兩年 疫情當中影響了他有多少 後續呢 好耶的話應該暫時沒有跟其他同學約啦 應該還是會聯繫一下就是其他同學 跟他們聊一下 他們面對就是疫情 疫情影響到他們這幾年的 真實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在台灣的同學的話呢 會問他們說他們遇到台灣的這個病例的一直直線的上升呢 他們到底是害怕還是不害怕 我是好耶 這期的影片就錄製到這邊 最後呢我跟大家說 我只是做一個VLOG的一個頻道的一個博主而已 這個只是分享我生活當中 我跟同學之間聯繫 或者是說了解一下他們疫情當中 遇到一個怎麼樣的話題的這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呢 實事還有正式的這個評論的話呢 可能會比較不會涉及到 那這集影片的就做到這邊 喜歡好耶的朋友呢 你可以幫我點讚表示一下 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喔 就這樣子明天見 拜拜